西安地铁神秘低头男子真容曝光,长相正常,还有点帅气。 而网友们只关注地低着头,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到底发生了什么,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日前,有网友爆料称,在西安地铁上,出现一名行为古怪,身着黑衣的男子。 这名男子的行为举止让人感到不安,他经常低头,发出声音,并且似乎散发着强烈的一位。 另外,他还会出现在多条地铁线路上,让不少网友觉得有些可怕,有些人甚至因为他的味道而选择提前下车。 此时在网络上发酵之后,西安市相关工作人员称,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情况,并尝试与该男子沟通,单位获得任何回应。 不过随着网友们的身疤,黑衣男子的真容也被曝光,看起来白白净净,比梁高挺,甚至还有些帅气。 只是有一个细节值得大家关注,那就是他的穿着,明明已到了夏日,他仍穿着棉衣和棉鞋。 如果说他是正常人,那就有些太不正常了。 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密切关注一下,以求乘客们能安全乘坐地铁。 感谢更兴み看起来的》 2021年